你好,我是艾利克萨利 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一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就是丝绸之路的创始人Ross Wobridge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导致他被判了两个无期徒刑外加40年的监禁 那么川普上台之后能不能给他减薪 那么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 我们先聊一下今天的比特币的行情 那受到美国政府转账2.98万枚比特币的影响 那比特币今天摸了一下7万之后就快速跳水 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非常巧合的是 他们转移的这2.98万枚的比特币 就是丝绸之路所没收的那些币 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个赞 先赞后看财运不断 好,我是艾利克萨利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和技术分析 以及这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影响 另外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 我的目标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 在本轮牛市周期赚购这辈子足够的资金 并且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加密行业的博主 如果说你想快速学习加密货币的知识 并且从中赚钱 或者是立即成为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行业的博主的话 那都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电报群的链接 找到我本人咨询进去的方式 那由于电报的骗子众多 我们是支持语音或者是视频的验证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西时间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 美国政府控制的钱包呢 突然转移了2.98万枚的比特币 那么这一个转账呢 就带来了市场的恐慌 很多人觉得这价值20多亿美元的比特币 一旦砸盘呢 必会带来暴跌 所以说市场呢一度紧张 非常巧合的是 咱们刚刚也提到了 美国政府所持有的比特币呢 正式没收的丝绸之路的比特币 正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Rose 那我今天呢是浏览了一圈推特上各大KOL的言论 那发现呢他们无一例外呢 全部都在7万的时候呢 看多比特币 跟我的观点呢正好相反 那我昨天呢就提到要警惕瀑布了 另外呢我将这些繁殖的KOL 做了一个类似的在推特上面 那今天呢我在会员区也公开了 那只要这些人一致的认为是一个方向 比如说他们看多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往空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说他们集体看空的时候 那一定是要涨了 那我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了 非常非常的准确 那那么此时此刻 美国控制的比特币转账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认为呢有以下三个的可能性 第一呢就是准备出货 第二呢就是整理钱包 第三有可能是受到庄家的指使 故意的制造恐慌 那我们R个来分析一下 那第一个会不会是他们想要卖掉 转过来的价值20亿美元的比特币呢 那他们要卖出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还债嘛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 那当然了你一定也听到 或者是看到 有人在说 那这是民主党故意在捣乱 那川普呢刚刚在比特币大会上说了 不卖这些币 那这个民主党呢 马上就有这个动作 那我觉得这样的言论呢是不对的啊 那除非民主党想要输掉今年的大选 那任何的目前的当今政府的这个 卖出比特币的动作呢 都会让他们失掉民心 失掉比特币加密行业的选票 那第二点呢 有没有可能是整理钱包呢 那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其实他们做过同样的动作 当时转账了三万多枚的比特币 那最后呢也就是整理了一下钱包 而没有卖出 那我觉得这一次转出来 2.98万枚的比特币呢 整理这个钱包的概率呢 还是比较大的 那第三点呢 会不会是受到庄家的指使 故意呢来恐吓市场 我觉得呢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往申了说呢 有一点点阴谋论的味道了 但是呢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的观察呢 我觉得贝莱德真的有可能 就是这一切背后的庄家 那他们可以控制很多的东西 那比如说今年的大选 那比如说这个比特币 如果说庄家呢 故意使坏 那这个可能性的话 那我们更加就不用担心了 那今天贝莱德 我们也看到了 他们是再次大手笔进场 竟买入了价值2亿美元的比特币 所以说他们呢 有可能呢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消息 让你恐慌 让你去卖掉手里面持有的比特币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 那他们是想要在7万以下 大量的囤货 那么这个7万点 横盘的时间越久 那当下一次熊市来了的时候 往下砸盘 那么这个7万的这个支撑呢 也就是越牢固 所以说我认为呢 没有必要恐慌 那么截止到现在 如果说你还没有 持有任何的比特币 没有买比特币的话 那每一次这种大幅度的回调呢 都是你进场的好机会 当然了也有一些博主呢 建议你去做什么DCA 那我觉得DCA未必呢 是最佳的一种方式 那还不如每次暴跌的时候 多买一些 那你DCA呢 它一定是买到7万3000多的 那个时候的这个比特币的 那如果说DCA 你没有配合到ARH999 也就是九神的这个指标的话 那你的成本呢 也会非常的高 那即便呢 你用到了九神的指标 那我们看这个图片啊 那其实呢 每一种方式呢 都有利弊 大家呢 要找到自己和适合自己的一种方式 那我之前呢 多次跟大家讲啊 那暴跌暴买 大跌大买 小跌小买 不跌不买了 永远不要追高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丝绸之路 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了这个网站的创始人 被判刑这么重 那么又为什么 会有如此多的人会支持它 甚至呢 在比特币大会上高喊 Free Ross的声音呢 要多过支持川普的声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1年的2月份 第一代丝绸之路呢 是由Ross 乌布利西来创建 那他的丝绸之路的账号呢 是叫Dried Pirate Roberts 简称DRP 也就是一个恐怖的 这个海盗 Roberts 2010年之前呢 这个Uberich呢 曾经亲自种植呢 置换蘑菇 那网站上线之后 自己呢 他也在网站上卖过 这种置换的药品 那后来呢 主要是负责网站的管理 那最开始的时候 Roberts呢 是想在这个网站上 宣传自由主义的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现在支持他的 很多人的一个基石啊 那他也是称为 这是建立网站的一个基础 那网站的目标呢 就是选择自由 而不是暴政 那由于匿名网络 提供的这种便利 秘密交易 逐渐兴起 那丝绸之路的用户呢 很快就达到了数百名 那大多数的卖家呢 都是来自于美国 英国 还有一些卖家呢 是位于澳大利亚 那截止到2013年3月3日 该网站的用户呢 已达到了100万人 那丝绸之路上上线的商品呢 多达几百种 那其中很大一部分呢 是毒品 枪支弹药 假钞等 那其他还有网飞和亚马逊的 木马 盗版内容和家的驾照 护照 社保卡 水电费 账单 信用卡 账单 汽车保险记录 以及其他形式的身份证件 那作为创建者和主要管理者的 Uberich呢 则获得获取了大量的利益 那根据FBI的指控 他至少获得了70万枚比特币 当时的价值呢 是8000万美元的利益 那当现在肯定是不止了 现在可能都是几十亿了 那而丝绸之路 交易额呢 是950万枚的比特币 总计呢 当时也是当时的这个价值 是12亿美元 被逮捕 是Uberich的 四手之路的账户中 他有26000枚的比特币 当时价值是360万美元 2011年6月 芝加哥国土安全调查局的 特工Jarrett 开始呢 调查四手之路 2013年10月份 四手之路1.0被FBI封停 2013年10月1日 若死Uberich在旧金山的 一家公共图书馆被捕 5月份呢 应参与毒品交易 蓄谋违反毒品法 蓄谋非法入侵计算机 设立非法毒品交易市场 通过网络参与毒品交易 散博虚假身份 洗钱 七项指控 被判处终身的监禁 那么在2015年的审判当中 Uberich呢 被判 犯有所有的指控 最终呢 被判处两次无期徒刑 外加40年的监禁 不得假释 法庭认为Uberich对四处之路上发生的一切 负有全部的责任 包括与毒品相关的过量死亡和暴力的事件 以上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背景啊 那么Freech Ross的运动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他们是由这个Uberich的家人和支持者发起来的 认为呢 判决呢 过于严厉 并存在司法不公 那他们的主要论点呢 包括过重的刑法 许多支持者认为 Uberich的判决相比其他类似犯罪的判决过于严厉 那特别是考虑到 他没有直接参与任何的暴力的行为 那司法程序上有一些支持者认为 审判过程中呢 存在程序不公和政府的过度的干预 例如呢 非法获取证据的指控 那网络自由方面呢 一些人认为 四处之路呢 反映了对网络自由和隐私的需求 那他们认为Uberich的动机呢 是探索自由市场的可能性 那么支持者强调Uberich的理想主义背景 认为呢 他是并非典型的犯罪分子 而是试图通过新的方式 实现经济自由运动的影响 那FreeRoss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那这其中呢 也是包含了 来自知名人士和公众人物的支持 那他们通过请约 集会 社交媒体活动 呼吁政府减刑 或者是赦免Ross Uberich 那Ross Uberich的案件呢 也是引发了关于司法公正 网络自由和刑法严厉程度的广泛的讨论 那尽管目前他的刑期仍在执行当中 但FreeRoss的运动和公众对他的支持呢 使得减刑和豁免的可能性呢 仍然存在 那我个人认为呢 技术无罪啊 Ross Uberich 他创建了这个网站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进行交易什么商品 那就好像手枪能杀人 但是呢 你不能把发明手枪的人也去判刑 但是有一点呢 我认为Ross在这其中 他明知道网站在交易违法的商品 而没有停止运营网站 那么或者是他自己本身也在卖一些 置换的违法的药品的话 那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法律责任在里面 那所以说我们要等待后面去看一下 那美国的司法系统对于这个案件到底该怎么应对 那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的确呢 是有权利赦免Ross 那这也是支持Ross的人能够努力争取到的最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 万一川普上不了台 那和Ross的运动呢 还会继续下去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啊 在整个过程当中呢 那我并没有看到Ross对整个比特币社区带来什么样子巨大的一个贡献 那如果说非得有这个贡献的话 那就是他给比特币提供了一个交易的途径 那也就是让更多人了解知道了比特币 好那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聊一下 截止到2024年 普通上班族或者是普通的屌丝 还能不能依靠比特币进行翻身 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是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 请一定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继续不断的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一起发展 Peace